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嫣和罗敬经常一起出席活动 在各大场合公开秀恩爱 撒狗粮的节奏也是根本停不下来 而就在最近 网传罗敬唐嫣已经分手 网友也发现最近两人拍摄信息时互动大幅减少 据悉 近期罗敬唐嫣两人正在合作信息归取来 有网友爆出片场照片表示两人在片场的互动很少 从照片来看 罗敬和唐嫣两人在片场各自和友人聊 天 唐嫣在和外国友人聊天后 并没有理罗敬 而是自己照镜子补妆阅读台词 中午片场拍摄时 两人也没有同框出现 唐嫣被倒咖啡的戏份也是两次救过 在经历一整天的拍摄后 唐嫣独自进入房车休息 罗敬随后到达房车旁 然而并没有进入而是马上离开 直到后来换了一身衣服 才与女友会合 随后 再次从房车出来的路径 拎着一名神秘女子和孩子离开片场 整整一天下来 两人虽身处同一片场 但交流甚少 互动也是少得可怜 不禁让网友猜测分手传闻是否是真的 分享 在相关阅读提英才而秒变温柔 陈小春最想问 为何这么爱我这对夫妻 到底为何结婚这么久 还能这样放闪放不停道 旁人都快被爱心泡泡融化了呢 男性陈小春进来带着爱子Jesper 想小春 上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父子情深互动引发关注 而他受访时 也大方坦诚 自己上节目刚开始对儿子太凶 惹怒太作 太太英才儿边看节目都快抓狂 陈小春连续三次重复一边看一边骂 他一边看一边骂 他一边看一边骂 只是一提到老婆 陈小春硬汉形象就会破功 原本一开始接受快问快答 他有时还会臭脸反枪怪你什么事 但只要一聊到英才儿 陈小春脸就会立刻变柔和 被问到如果要带制作节目 你问提问老婆该问啥 陈小春还娇羞却有点得意问 问为什么这么爱陈小春 公开透过节目放闪 几乎闪瞎众网友杨幂鬼马 扮蜡像整股游客杨幂早前 为自己的蜡像揭幕 他穿上紫色的婉装裙现身 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 鬼马的他索性扮成蜡像 竟带粉丝前来合照 他摆好俯视静止下来 有粉丝经过看到他挤赞叹望 好像我 粉丝兴奋站在杨幂落下旁喝饮时 杨幂突然举起微字手势 令粉丝又惊又喜提英才儿 秒变温柔 陈小春最想问 为何这么爱我这对夫妻 到底为何结婚这么久 还能这样放闪放不停道 旁人都快被爱心泡泡融化了呢 南京陈小春进来带着爱子Jesper 想小春上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父子情深互动引发关注 而他受访时也大方坦诚 自己上节目刚开始对儿子太凶 惹怒太作 太太英采儿边看节目都快抓狂 陈小春连续三次重复一边看 他一边看一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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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提到老婆 陈小春硬汉形象就会破功 原本一开始接受快问快答 他有时还会臭脸反枪怪你什么事 但只要一聊到英采儿 陈小春脸就会立刻变柔和 被问到如果要带制作节目 你问提问老婆该问啥 陈小春还娇羞 却有点得意问 问为什么这么爱陈小春 公开透过节目放闪 几乎闪瞎众网友传被霍建华搞大赌 杨子是造谣者台湾女星林心如老公 我建华与内地女星杨子 于2013年合作拍电视剧战长沙 近日网上传出谣言指杨子当年拍摄该剧期间 与霍建华拍拖更曾经怀孕 杨子第一时间否认说 造谣的人怎么不去晒死 假的 大家放八百个心 都散了吧 有网友例称杨子 这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提英才而秒变温柔 陈小春最想问 为何这么爱我这对夫妻 到底为何结婚这么久 还能这样放闪放不停道 旁人都快被爱心泡泡融化了呢 男星陈小春进来带着爱子 小小春上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父子情深互动引发关注 而他受访时也大方坦诚 自己上节目刚开始对儿子太凶 惹怒太作 太太英才儿边看节目都快抓狂 陈小春连续三次重复一边看一边骂 他一边看一边骂 他一边看一边骂 只是一提到老婆 陈小春硬汉形象就会破功 原本一开始接受快问快答 他有时还会冲脸反枪怪你什么事 但只要一聊到英才儿 陈小春脸就会立刻变柔和 被问到如果要带制作节目 你问提问老婆该问啥 陈小春还娇羞却有点得意问 问为什么这么爱陈小春 公开透过节目放闪 几乎闪瞎众网友 看来儿子 如果要重点